老人遭货车撞击 伤者家属和肇事司机竟各执一词 民警调看监控 却发现事故背后另有隐情 男子驾车闯进绿化带 看见民警后竟然弃车而逃 一路狂奔 环顾四周 伺机而动 男子两次逃跑究竟是何原因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我在现场 大家好 我是安徽淮南交警王洪宇 前不久因为老人被一辆小货车撞倒 民警判定未曾与老人发生碰撞的 公共汽车需要承担事故责任 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现场 2018年7月6日上午52点 民警接到军中报警称 在安徽省淮南市攀吉区 卢吉镇的一所中旬门前 一位老人被一辆小货车撞伤 民警赶到现场时 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在现场 这辆小货车头朝东 北朝西地 停在人行横道上 在车头前方有一滩血迹 车辆上的保险杠也已经脱落 轮胎下方有一条长约8米的刹车印 说话的男子名叫太家城 是这辆小货车的司机 据他讲 他在卢吉镇街边 租赁了一家商铺买电动车 当天准备开车去拉货 在经过事发地时 看到一名老人突然窜出人行河道 他意识来不及躲闪 将老人撞倒 正当民警在现场进行勘察取证时 医院传来消息 老人生命体征下降 已经无法自主呼吸 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得知噩耗后 在场民警兵分两路 疫情民警留在现场处理事故 疫情民警赶往医院 了解伤者情况 受伤老人名叫石秀泉 60岁 安徽省淮南市 潘吉区无几镇人 在事故中头部受到撞击 造成了重度颅脑损伤 现正在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 头部撞开了内部撞开了 呼吸都是呼吸机呼吸 手术可能做了 做不了 不管做 整个的维持 三个要是不要是就这样维持了 说话的男子是老人的亲友 据他讲述 老人早上从家中出门 想要送儿媳和孙子 去看望在苏州打工的儿子 没想到竟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故 当民警师徒去安抚老人的亲友时 一位坐在地上的女性 突然情绪失控起来 这位女性是老人的妻子 据他讲述 事发时是因小货车正在超车 且车速很快 才将他过马路的丈夫撞倒 但是这一描述 与之前货车司机太加成的说法并不一致 那么案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带着疑点 民警调开了事发时的道路监控 上午10点48分 老人站在人行横道上 将公共汽车揽下 并且示意司机 自己的儿媳和孙子 在对面商铺买东西 需要将他们喊来搭乘车辆 随后 老人准备跑向马路对面 可就在他刚过公共汽车车头的一瞬间 一辆小货车从公共汽车左后方驶来 躲闪不及将老人撞倒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 事发时小货车并未超车 而造成本起事故发生的一大诱因 是公共汽车停在了人行横道上 而事故发生后 公共汽车司机并未下车查看伤者情况 而是对眼前发生的事故视若无睹 立即驾车驶离了现场 民警立即通过车号 查询到了公共汽车司机杨林 并传唤他来到交警大队接受询问 都是回忆于那个座人 我从我学位开场 那个九几年 44岁的杨林是一名公共汽车司机 从业已经27年有余 每天在客往返潘洁区 至凤台县 从未出过市 杨林向民警解释 他只是将车停在了路边 并没有与石秀泉发生碰撞 认为这起事故的发生 与自己无关 事故发生后 淮南市交警支队潘吉大队 对本起事故作出责任认定 泰加城驾驶机动车观察不够 行经人行横道 未减速 未停车让行的行为 是造成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杨林驾驶公共汽车 和停车时 未紧靠道路右侧 且在人行横道处停车的行为 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 经研究认定 泰加城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 杨林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石秀泉无责任 小货车正在行驶 老人石秀泉突然从视觉盲区内闯出 这种突发情况叫做鬼探头 在全国 因鬼探头发生的事故不在少数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一幕 发生在2018年8月18日 浙江省金华市的一交叉路口 一名男子骑电动车横传车流 小轿车驾驶人事件 被乡林车道行驶的大货车遮挡 在看到电动车时躲避不及 将电动车驾驶人撞倒 这起事故发生在 广西干州的一处街头 监控显示 一辆公共汽车刚刚离开 一名女子就从公共汽车后方 横穿马路 这时刚好有一辆 游西向东驶来的小轿车 行驶到这里将女子撞倒 民警得知 女子急于回家 而她从公共汽车后方跑出 小轿车驾驶员也并未看到 躲避不及才撞到了女子 这个行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要多观察周围的情况 不抢行 不追逐 不在车楼中穿行 确保安全以后呢 才放客通过 把我给定定了吗 到了 清晨街道 男子一路狂奔 被民警制服 所为何事 平安365 我在现场正在播出 大家好 我是浙江嘉兴平湖交警黄吉威 2018年6月16号 一名驾驶员在面对民警检查时 近上野连环跑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现场 我跟你说 不要跑 配合 知道吗 这是民警用执法记录仪 记录下来的画面 一名男子正沿着浙江省平湖市 新兴三路 往南一路狂奔 两名民警最终将其控制 他是谁 为何与民警上演追逐战 事情还要从10分钟前说起 2018年6月16日 早上6点钟 在浙江省平湖市新兴三路 与永兴路交叉路口处 有一辆白色小轿车 行驶速度非常缓慢 并且偏离车道 开进了西南方向的绿化带领 指挥中心民警发现这一异常后 立即通知附近巡逻民警 上前查看情况 怎么回事 民警到达现场时 发现小轿车并未熄火 而驾驶员正敞着车窗 坐在驾驶室内睡觉 车内的酒味刺敌 民警察觉这名驾驶员 可能存在酒驾的嫌疑 可还没等民警开口去问 这名睡眼惺忪的男子 就从车上下来 摔开双腿向南狂奔而去 考虑到男子可能涉嫌酒驾 如果放任其在道路上奔跑逃窜 很有可能冲撞到 路面上的车辆渔行人 发生意外 于是民警立即上前对其控制 男子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意识也十分不清醒 民警要求对其进行酒精检测 可男子却一门心思要挣脱民警 无奈之下 两位民警只好控制住 男子的双腿挡住他的驱逐 随后通知110指挥中心增派警力 将男子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 到达医院后 男子似乎平静了下来 坐在座椅上伸出胳膊 等待着医生抽血 但在等待抽血的间隙里 他环绕了一下四周 趁民警不注意时 突然拔腿开跑 夺门而出 为了不让民警抓住 男子边跑便脱掉上衣 可终究还是没能逃掉 没跑几步就被民警控制 带回了原地 经检测 男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为每百毫升122毫克 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35岁的顾长江 是浙江平湖本地人 民警在对他身份信息进行核实时 却发现男子已经不是第一次 因醉驾被查处了 驾驶员在2014年12月18日 因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吊销的驾驶证 他现在处于无证 驾驶机动车的状态 男子几番逃跑 想必心中已是清楚 第二次酒后驾车 被查处的严重后果 可他却没有谨守规则 而是心存侥幸 继续贪恋酒桌 2018年6月15日晚上 顾长江受朋友的邀约 到朝阳家园附近的 一家小酒馆聚餐 架不住朋友的一再劝酒 顾长江喝了许多白酒和啤酒 散场后觉得没有尽兴 又去了某饭店 与另一拨朋友接着喝 据他讲述 当天他接连喝了三长酒 直到次日早晨5点钟 才结束回家 而当民警询问他 为何不找位代驾时 顾长江却解释 当时已经是早上5点钟 他觉得代驾都已经下班了 又认为民警还没有上班 自己不会被查处 于是就抱着侥幸心理驾车回家 没想到驾车时睡着了 在行至新行三路 与永行路交叉路口时 被指挥中心的民警发现 驾驶员追求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涉嫌危险驾驶罪 我们依法对其采取了 屈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 下一步 我们将移送 平湖市检察院起诉 在此 平安365提醒您 珍爱生命 拒绝酒驾 不要等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时 才后悔莫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今年入讯以来 受台风天气影响 全国多省市出现连续强降雨 部分地区泥石流 洪涝 滑坡等灾害多发 城市内涝严重 道路交通面临严峻的挑战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迅速行动 全景上路 对一积水 一他方路段 进行交通管控工作 在雨中 筑进了一道坚固的城墙 这儿 聊不着 我来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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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默默的前行 神圆 遥望遥过星辰 我来找我来找我来找我来的 欢迎时光 哎呀 可惊惨 多惊艳了 弃药生的岁 唉 救我严来 你 山河园 苍穹之下 牵着你 误会的忠诚 你像那风中的琴 互相在草莽云海中 你像那漂泊的云朵 疼爱的草莽云情 草穹之下 草莓不息 只对寻找那悲恙的彩虹 草穹之下 尘埃不离 衣服归香 衣装终有誓言不想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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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到我们膝带了 不过膝带了 你带着高闹啊 你懂啊 那点啊 深深的 遥落遥阔星辰 欢迎时光 永远的宁静 岁月经 山河园 苍穹之下见证着你 无悔的众生 你像那些义类的国家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书 不像在测浪月海中 你像那漂泊的云朵 澎湃着沧桑风雨期 你说的远方的洞 泥图中默默的地理 你像那点点的阳光 我心中最美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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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泳五十八 初动可畏贼 最美 중 公优四扬斗亚的海g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